朋友们全世界使用中文交流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今天是2021年的1月3号 上午的11点28分啊 这个今天呢我要特意的啊 来感谢所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现在啊有44,932位朋友订阅 然后那个总的那个访问量 就是访问人次达到了1717万多人次啊 谢谢大家 我就是一年前的今天 2020年的1月3号开始 这个我的油管生涯的啊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啊 这个有这么多人来捧场啊 来指教啊 来提出我的不足缺点错误啊 当然也对我是关爱理解包容啊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大家 这个很好玩的啊 这一年啊 这一年啊很好 这个有这当中也对我是一种提高啊 也有很多的乐趣 当然我也把我的喜怒哀乐 酸甜苦辣 这个悲欢离合 把我的人生这个50来年啊 也都和盘拖出啊 向大家和盘拖出 就是工作啊 我的工作啊 我的生意 是吧 我这个来到西班牙 我在北京 我在全国各地 我对很多这个历史事件 大是大非 是吧 政治经济 对各方面的 我自己的看法 也都跟大家做了完全的 充分的 这个不加这个修饰的 不是假大空的 而是实实在在的沟通啊 我也是实心实意的 实诚人 是吧 一个没有学历的啊 初中毕业的啊 装卸工是第一个职位的 是吧 第一个职业啊 第一个工作是扛大包的装卸工 这样出身的人啊 当然我也很有特色 是吧 我这人确实挺神 是吧 你说我初中毕业吧 后来我弄了一个高中毕业证 还是成人高中的啊 但是我经常 还是说我是初中啊 我还 我这人 很难说瞎话啊 这个然后呢 我还到大学讲过课 啊 做过讲座吧 确切的说 叫做过讲座 还不止一次 啊 然后呢 你说这文凭很低吧 然后还还写了个论文啊 解放军 军事科学院 这个军事历史啊 还有一个论文啊 然后在这个外交部的世界知识杂志也写了几篇啊 在什么看天下杂志吧 什么这个甘肃的玉古族自治县吧 这个目的杂志吧 哎 还写了几篇小东西 所以吧 哎 完了呢 你 十啊 十七岁就上班了 可是一直看书 从小看书 看到现在藏书两千多册啊 大概十七八年前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十七八年前我就写了一个目录 我的藏书目录 十七八年前我那会还住在安定门外青年湖的时候 我一本书一本书的书名 作者 出版社 甚至价格 然后当时就到了一千七百多册了 那是十七八年前啊 然后我我对所有的东西我都要统计 我都要落实在笔头上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我还成交过一千三百多个客户 一千三百多个 除了宁夏有一个宁夏石嘴山市大屋口区 宁夏有色金属研究所 还有这个河北燕郊有一个 叫国土资源部经济研究院 还有河北仁秋白洋店华北油田 华北油田下边的一个单位 是我三表姐夫在那当一个科长 除了这三个之外 这一千三百多个全在北京市范围内 所以我对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啊 这个各单位啊 大小单位 这个基本上我是门清 因为什么呢 你按照一个比例 基本上我是20%的成功率 我们那会都是加了一个小公文包 回头我可以把我那公文包给大家看 我那一个小包用了11年 然后呢 基本上是我跑五间乘一间 20%的成功率 这个已经高于一般的业务员的 那个成交的成功率了 高出他们好几倍 因为我确实比较诚恳 然后我那个口才啊 各方面也还行 所以实际上我成交 一千三百多个单位 基本上我登门的 登门差不多登了 有六千五百多家 当然这个是在一个多长时间呢 差不多将近三十年 是吧 不是说一年 一年我当然没这本事 是吧 咱们实话实说 说话 别没边 得靠谱 是吧 另外我这个人 我还有正义感 所以我还阻止过了一个垃圾站的兴建 可以说光给我们一个小区 挽回经济损失 至少几个亿人民币 但是如果把周边几个小区算上 那我起码我给大家挽回 二三十亿人民币的损失 是吧 很明显建了垃圾站 这边的房价就完了 对吧 就会比周边这一这一个片区 一个区域的房价绝对低 所以我给随便每一家 对吧 我们小区一千二百九十五户 我给每一户 起码挽回经济损失几十万吧 对吧 没有任何报酬的 对不对 完全是义务的 折腾三天 我这半边脸都肿了 后来都上医院了 是吧 然后呢 我又筹备业委会 折腾了半年多 是吧 后来又竞选居业委会 这里边的愤怒 生气 恐惧 是吧 各种的东西 包括给我的家庭 我的爹妈那会儿都七十多了 我的岳父岳母也都六十多了 对吧 我的哥哥姐姐 包括我爱人的那个哥哥姐姐 一大家子 全给都连累了 是吧 所以呢 也还行吧 反正基本上 我的好几次都是有惊无险 有惊无险 那时候的中国社会 整个的政治啊 整个的社会氛围啊 包括这个舆论啊 言论啊 是吧 这个边界边疆 这个自由度 这个限制 这个limit 是吧 各方面的 还是我觉得啊 还可以 我那会儿赚钱 主要是江泽民时期 和胡锦涛时期 那会儿总体上 我觉得还行 还行 好吧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啊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啊 什么的 然后呢 我的前半辈子啊 我干了差不多三十年啊 前半辈子是这个批发粮油啊 当然粮油是最大楼货啊 最大楼货 量最大的 除了粮油 我还批发饮料 批发各种的酒水啊 各种的酒 这个批发什么方便面啊 杂粮 绿豆 黄豆 红小豆 甚至这个调料 什么酱豆腐 韭菜花 什么四川的皮线豆瓣 哎呀 什么都搞啊 包括蔬菜 特种蔬菜 顺意言和的 昌平小汤衫的 是吧 这个福建的那个水果 福建漳州的卢干啊 湖北紫龟的骑城 新疆库尔勒沙伊东农场的 库尔勒香梨啊 包括香蕉 包括这个进口的智利的大橙子 不是智利的大樱头 美国加州的大樱头 我什么都搞 包括复印纸 打印纸啊 甚至我还卖过飞机票 火车票 我是什么都搞 好几百个品种 一千三百多个客户 我这前三十年 我就是批发粮油 批发粮油食品啊 好几百个品种 一千多个客户 现在呢 从去年的今天开始 我开始批发视频 是吧 我可以说 我就是整个油管当中啊 这个不管 不单单是中文油管 谁也没有我的量大 是吧 我这个就是保里多销 建立就走啊 粘粒就走 是吧 这个这个 是吧 放着河水 我们就起船 是吧 这个 是吧 我们就是这样啊 顺风顺水 以量取少 我最多的一天啊 我最多的一天 我做三十个视频 三十个视频啊 即便我一个视频 只有十分钟 还有三百分钟 这三百分钟 就五个小时啊 我还要看资料 还要做准备啊 当然我人 我跟有些人家 那个特别大咖子比 可能人家那个节目的 那个细腻啊 精准啊 精细啊 还是有差距 这个咱们自己承认 但是我确实 只要我有力气啊 或者说我有时间 我不做家务 或者我不出去办事 差不多我的时间 都用在跟大家交流了 但是我的优点呢 我就像一个万斤油 是吧 这个抹在哪 也像一贴膏呀 贴在哪都管点用 因为我能聊的话题 我所感兴趣的 我所涉猎的 包括我的人生经历 就是我能聊的话题 是特别宽泛 特别广泛 特别广泛的 是吧 从政治到经济 从地理到历史 从风土人情 到家常里短 从我的打工啊 九年半 我打工了十六个单位 到我在北京 到全国各地 我认识的朋友 我的老同学 老朋友 老街坊 这个老同事 老领导 老客户 哎 我觉得都能聊 我这个人啊 现在我就开始批发视频 我一天最多做三十个 有的时候二十八个 二十七个 二十五个 二十四个 二十一个 有的时候十八个 是吧 最近呢 我是搬家 大家知道 我这背景都换了 搬家 所以光我这书 是吧 我就五个书柜 我从中国啊 我这两千多本书 飘洋过海 花了两万多人民币 给运过来的 然后呢 买了 我买了五个书柜 结果不够装的 这的书柜 它小 我在中国是四个大书柜 都码到底上去了 然后呢 这不行 昨天又来了三个书柜 最近啊 搬新家嘛 然后家里边收拾 乱七八糟的 还得好多事 所以最近做的比较少 非常感谢啊 以后我就批发视频 以后我就不是粮油批发商了 我就是视频批发商 是吧 另外这一年当中啊 这个也 我们其实心情也不能说是这么轻松 实际上我们也是挺沉重的啊 就是这次的这个世纪啊 真是世纪的这个疫情非常严重啊 看起来好像人类的科技啊 医疗啊 但是实际上死了很多人 这次的这个肺炎啊 这个有人说叫N95吧 不叫N95 叫什么什么 coronization叫什么 我这英文实在是不行啊 因为我 我还是在中文的环境里长大的 虽然我在中美和自己也待过 死了那么多人 是吧 然后全世界啊 超过03年的非典 大概都一万倍以上死的人和得病的人 对全球的经济 对各方面的 包括对全球化 以后各国有可能封闭起来了 而且还对人类的交往模式 现在谁还聚会啊 现在谁还找几个朋友来啊 原来我很喜欢聚会的啊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西班牙这 巴塞罗那 我也经常去朋友家里边 人家邀请我 我也邀请朋友来家里边 啊聚个十几个人 二十个人 有时候三十多个人 我们吃吃喝喝 聊 砍 是吧 这个现在都不行了吧 现在你还能请谁来 互相之间都提防了 这个病毒太可怕了 对吧 因为他不得病 但是他可能是 无症状感染者 他可能永远不得病 他没事 可是你跟他一接触 你得了 回头你嗝屁了 是吧 你完蛋了 你完犊子了 你over了 是吧 所以大家都恐惧 现在除非特别特别的 比如说自己家里人 这没办法 在一个乌檐下生活 是吧 所以剩下的人 谁还敢跟谁来往 谁还敢邀请谁来家里 做客什么的 都不敢了 所以这个非常可怕 还有 还有这个 当然03年的非典和这次 其实都是从中国最开始 发发源地的出来的 是吧 那么中国其实在某些方面 没有那么进步 甚至还是很落后 还是很愚昧 是吧 全世界其实 中国吧 始终是从八国联军 从鸦片战争 从英法联军 是吧 到这个甲午海战 到很多的 到抗人战争 中国总是在和外部世界 在对抗 妥协 对抗 包括抗人战争 是吧 跟美国关系那么好 是吧 就是盟友 美国帮助中国打日本 后来呢 中国 红色中国掌权 在苏联支持下 又跟美国对抗了很多年 一开始是跟苏联对抗 是吧 跟苏联掰了 掰了之后 跟美国当时也是敌对的 是吧 那么 当老大吧 当个丐帮帮主吧 是吧 丐帮帮主都一帮要饭的 喊你一声老大 是吧 抬轿子给你抬到联合国 不白抬 没人白抬你 这得扔钱吧 砸钱 啪啪啪就砸 砸结果自己人 吃不上喝不上 是吧 这些几十年 给全世界打工 主要是给美国西方 给那些富国打工 产业转移 是吧 全中国农村的富裕劳动力 是吧 包括城市人 都给人打工 包括我本人 也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也是全世界 那些富国啊 因为成本的增加 转移到了 或者环保的要求 转移到了 以中国为代表的 是吧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 我本人也受益者 我就是美国人提拔的 我第一个单位就美国人 美国人看上我了 我一个初中生 是吧 因为他工资给的少 对吧 他故意的 因为他知道中国人便宜 中国人的劳动力便宜 他不想多给 不想多给中国人不干嘛 不干就有的人就走了 走了我机会来了 对吧 我的前任是外交学院毕业的 把我一个初中生给提拔了 虽然我跟那人也没干太长时间 干一年多 但我就就 我就有经历了 我就不是蓝领了 我就白领了 当然我到其他地方 其他公司应聘 有的不要啊 你没学历不要 有的说那你有精力 可以要你 是吧 包括后来我意识到我的问题 这个实际上 我从1988年上班 就到1993年 到1993年初 也就满打满算就五年 我后来就自己挣钱了 后来我虽然在某些公司也 就是说上班啊 任个职务什么的 但是 实际上我已经 基本上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了 是吧 我跟别人实际上 很多就是合作关系了 是兼职业务员 或者是生意的合伙人的关系了 从1993年 到2016年 23年 23年 我基本上就是准老板 到97年 实际上我是三个阶段 1988到1993 基本上是打工 从92年 我开始给自己挣钱了 是吧 因为我在业务员 我们五个业务员 我一个人完成60%的销售额 有一个月 拿钱的时候 拿的一边多 台湾老板 台湾老板对我非常好 教我做生意啊等等的 对个人关系跟我非常好 但是 他给我的钱太少了 我觉得还是不公平 所以92年 我偷偷摸摸开始给自己挣钱了 93年初 93年的1月8号 辞职了 是吧 我彻底就离开了 所以我还是比较敢干 加上没有学历 没有各种负担 是吧 所以从88年到93年一个阶段 然后93年到97年又一个阶段 到97年夏天 我就成立自己的公司了 是吧 所以一步一步的走来吧 还是比较顺利 也被人坑过 有人说借我点钱 我给你怎么怎么着 不给了 就还不上了 那没办法 但是对我还没造成伤筋动骨 然后我一直努力的在 在往前冲 然后 而且我有一个特点 我对这个 其实对体力劳动 包括第三下次求人 包括这个忍 这个 或者说干一件事 干很多年 你看我批发粮油 是吧 就每天给人送大米 送面粉 这个搬油 我自己也搬 我伙计也搬 后来没伙计了 生意没那么好 我就一直忍着 一直忍耐着 是吧 我就特别的能够忍耐 然后 而且 就是那种叫什么 职业倦怠症 有的人 我周围有的朋友 很聪明 他不断的换工作 而且他换的工作 还跨行业 互相之间不连着 我基本上在食品圈 时间是最长的 也干过什么服装行业 什么的 很短 我就觉得我没那么大本事 我没那么大本事 我也没学历 我就一初中生 是吧 我就有把子力气 但是呢 我嘴好 人家不说吗 天桥的把式 光说不练是假把式 光练不说是傻把式 这个又练又说才是真把式 我是既卖力气 然后我又哄着我的客户 我说好话 我给人送礼 是吧 我就哈着人家 这个我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基本上还行吧 一步一步的 反正13年 13年我一看 我一看这个风向不对 我说中国不能待了 我走 惹不起我躲得起 谢谢大家啊 谢谢大家 叙叙叨叨 唠唠叨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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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